精神尖小 首先要介紹我們今天的評審 第一位就是我們沈蓉小姐 瓜哥好 你好 我們的秀蘭瑪雅 你好 瓜哥你好 哈囉 大家好 麥公子 有聲音了 有聲音了 瓜哥你好 您打擾了到人家的修行 其實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歐彌陀佛 歐彌陀佛 今天就出新專輯了 對… 下一新專輯再版 怎麼會這麼久才出專輯 你啊 是我走蠻久了 你走了很久了 因為那種玩遊戲的節目 比較不敢上 唉唷 嚇我一跳 她走了很久 那今天坐在這邊 不是 宣傳走了一陣子 宣傳走啦 唉唷 就是說 到處去做宣傳很久了 對… 是…還有我們的許潔輝 你好 大家好 好很多 都很好 今天的故事絕對是非常的精彩 扣人心弦 歡迎一號參賽者 一號參賽者的林鳳雲 她今天要講一段關於對死亡早有防範 最終還是難逃結束的靈異世界 命中注定 我有一個同學 她就是她有男朋友的小侄子 就從小有很多災難 聽說在她十八歲之前 會有大概十個關卡 那她就經過了什麼水關啊 火關之類的都過了 直到快要滿十八歲的時候 她爸想說還有個車關沒過嘛 就很害怕 然後她就愛玩嘛 十幾歲很喜歡說 跟小朋友騎摩托車出去玩 她爸就很擔心說 要不要在家不要出去 她說應該沒關係吧 反正什麼事都過了 應該 我是很有福氣的人 不會有問題的 然後她就出去了 就騎著小摩托車啊 被人家載 就騎在那種二省道 二省道上面不是有很多那個大卡車 大卡車上面不是有後面有那種 後照鏡都很大一個 就想突然間就有一個大卡車這樣 啪 就過去了 那小朋友騎得還很高興 突然間怎麼有個東西飛過去 就是她那個頭被掃掉一半 然後嚇到 就趕快通知她的家人 然後家人就趕快說 去收魂啊 去看看現場 那我同學她就在家等 奇怪等了好久不回來 就突然間令你想 可能回來了 那我同學就很高興就去開門 就看到那小朋友就走進來就這樣 那我同學就想 沒有直覺嘛 就想說 你爸叫你不要出去啊 你就偏愛出去 你愛玩嘛 怎麼樣這樣這樣這樣 就罵很難聽 然後後來突然間就回神過來 不對啊 她好像已經死了 然後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她又回頭一看 欸 不見了 她就開始害怕了 怎麼會這樣 然後又過五分鐘 電鈴又響了 這個時候她腿都亂了 她也不敢去開 可是不行啊 一直按 算了她就開了 他們就 奇怪了 不知道有沒有回來啊 招呼招半天啊 都很擔心 她就說 我剛剛已經看到她回來了 故事就這樣子 好 這個故事呢 由她來說呢 並不恐怖 我們就需要這種人才 讓這個單元呢 就不會說的這種 這個這個時候 大家看這個單元有壓力 對 對 這個意思就告訴我們呢 鬼故事並不見得每個都恐怖 對 就看人說 對 林峰英呢表達得很好 是 林峰英這是聽來的故事還是 對我同學 她不是聽來是親身體驗 可是看到當時的她有沒有說 雪落魔骨還是很正常 沒有就很正常 只是臉部很冷漠 像剛才 鳳英她講說 那個人面無表情 像我們在做過所謂 靈學研究裡面 很多死去的人 他們回來之後 他們的臉上都是沒有表情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是用臉上的表情 來告訴人家 他們是用感應 好 謝謝林峰英今天帶來的一些故事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來 接下來歡迎二號的參賽者 好參賽者 吳教授 他今天要講一段發生在夜間火車裡 亡魂不斷出現的恐怖事件 猛鬼列車 這是我一個學弟發生的事情 在下是遠東工專畢業 他是在民國78年的時候當兵 當兵的時候擔任的是教育班長 他的單位在新竹 在78年的8月6號這一天 早上他接到了一個指令 必須帶20名的班兵南下訪寮 支援一個任務 那必須在5月之前到達訪寮 結果他們就 就坐車 坐火車 來到這個彰化的時候 因為列車出了某些狀況 所以他們在彰化耽誤了非常久的時間 到了高雄的時候 至終點站已經是晚上的11點45分 他必須在高雄換車 因為高雄有開普通這道訪寮 訪寮也有開到高雄 算是一個區間區段 等著等著 好不容易這個火車來已經快接近12點了 其實已經快要到了目的地 一定會超過他們要報到的時間 結果火車一到之後 旅客下車了 因為那是如果從訪寮算上來 高雄是終點站 所有旅客下車之後 他們要上車去 然後就看到 有一個班兵跟他講說 第一節車廂裡面 有一個女孩子長得很漂亮 我這學弟都飄了那個女孩子一眼 是長髮皮籤 穿著白襯衫牛仔褲 在第一節車廂裡面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也沒有下車 那阿兵哥嘛難免 當兵單三年 母豬賽貂蟬 看到女孩子往上面擠 他們就擠到第一節車廂上面去了 他們就那邊 就跟那個女孩子保持著幾公尺去 就看到女孩子 一直走一來一走 不知道在急什麼事情 這時候車子開動了 開動之後那個車長來查票 第一個就查到那個女孩子 小姐可不可以把票讓我驗一下 小姐是看著那個車長並不說話 小姐 可不可以請妳把票拿出來讓我驗一下 小姐還是沒說話 車長很奈何不了 就驗過他們這些人的票之後 往第二節車廂走 那這些阿兵哥啊 有些時候會比較熱心住人嘛 像我看到那些列車 來打那些車也不錯 然後班兵就慫悠 班長 班長 這女孩子可能有什麼困難 什麼問題需要我們幫助的 班長你去問一下 我這位學弟就去問了 小姐你是不是什麼困難 這小姐就說話了 精神尖嚇 這小姐就說話了 我沒有父母親 我沒有兄弟 我也沒有朋友 我也沒有家 我不知道應該去哪裡 那聽了這些話之後 我那個學弟就問他 那你 是不是需要我們這幾位弟兄 湊一點錢給你 沒回他話 所以學弟又覺得說 是不是人太多 他不方便說 他把他所有的兵都 都支開到第二節車廂去 他一個人跟他談 你到底有什麼困難 你可以跟我講 就看這個小姐不說話 跑到那個列車跟列車中間 那個交接的地方 有樓梯嘛 就兩手扶在那個扶手那邊 他也跟過去了 他以為這個女孩子要哭了 沒有哭 忽然間踩下第一個階梯 踩下第二個階梯 放掉一隻手 我這學弟要去拉他手的時候 他已經 咻 人已經下去了 他就趕快看一下 沒有任何東西撞在路邊 沒有任何東西被火車輾過 或者是撞到身上 通通什麼都沒有 蘇姐這個人就不見了 所以他當時以為他是自殺的 他以為他自殺 然後到了目的地之後 就打電話看看新聞 有什麼通通沒有這些事情 這個事情過了 一直到他退伍之後 他都沒有講起 然後就一直擺在心裡面 那有一天請教一位高人 那個高人想一下是說 那個女孩子不是我們這個空間的人 可是這位師傅又問他說 你願不願意娶這個女孩子為妻 他說不願意 不願意好 不願意那你就在你出事 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大概是在 潮州車站的附近 你就在那個地方 給他燒一點紙錢給他 告訴他你是誰 在那個時候跟他有一面之緣 就這樣過了 好了 沒事 可是我這個學弟 年輕人喜歡追根究底 到底這個女孩子是怎麼一回事 經過慢慢慢慢的 在潮州地區慢慢的去問的時候 原來我們這個故事發生是在 8月6號的半夜 也就是8月7號的凌晨 8月7號這一天正好是農曆的7月初七 中國的情人節 原來在兩三年前 這個女孩子有一個男朋友 他們相約在那一晚 在七夕的那一晚 他們是住高雄 然後要到這個 可能是潮州或者這樣去玩 那麼這個女孩子一直等 等到那個時間 男生並沒有來 於是他就坐著那個普通車 一站一站的這樣子看看看看 要找他男朋友 終於在潮州車站讓他看到 他的男朋友是帶著另外的女孩子走掉 所以他一時想不開 就從那地方下去 訓情 這兩三年來 這個幽靈一直不斷地在那個車廂上面 這樣走來走去 彷彿還在尋找著 他男朋友的蹤影 那個記憶一直存在他腦海 就好像回到我們剛剛談到 他不知道自己可能自己往生 對 自殺的人有一個特性 就是他會在原來那個地方不斷地徘徊 徘徊 重複地做一些自殺的行為 哇 這個故事就真的說得滿精彩的 所以說故事功力還是真的有差別 好 謝謝彭、張燦、彭教授 謝謝 帶給我們的故事 精神尖銷 然後參賽者胡宗婆 今天又會使出什麼怪招來 問盡聖鴻 或能說故事的機會呢 喂… 喂 鳳姐妹 你什麼工作都做 不太差 什麼事 我今天才是在那邊的人 要來這裡現場聽 什麼人 天秤 等一下你的車 他坐在那裡 不要把他插到 我現在要放進去 你看 這黃包車上面還弄dance 我告訴你 這是人家水風高台 今天不用坐一台就不保證 還要面對的時候要來 名牌呢 現在坐在那裡 他在那裡聽故事 不要插 我告訴你 我現在要開始說 你在那邊這裡不常插 不常背去那邊你們插到 對… 坐下 他說什麼 他說送 喔 真的喔 你去… 對我說嗎 對… 大家好 喂… 這邊啦… 你打槍的開火喔 我告訴你 噓 今天你要很認真來 說這個很恐怖的故事 我認真 發恐怖 就發恐怖開始 慢慢來 人家做一次高層恐怖 你怎麼不會怕 我告訴你 每一年 在暑假的時候 大家都去游泳 通常 如果沒有呢 在下水之前做好 暖暖暖身運動 下去 對… 不要說白癢 我古人以前 每次都喝下去 唉唷 我自己就去游泳 去高雄四里 我用游泳 好… 是… 由於是這麼大的人 人家都在那邊 好… 那邊前面沒有人在游泳 我就叫他游泳 結果是怎樣 這邊是游泳的 游泳 游泳 好… 車下去很爽 一直游泳… 游泳 游泳 因為那邊燈頭燙 游泳 下鍋的水都是冷的 唉唷 游泳 一腳冷氣 很久 人家就開始變軟 就這樣… 唉唷 死了 有沒有 有沒有 來到水底又…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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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可以看到天井 那個 金光 太陽光這樣 你有看到佛祖來接嗎 沒有 不是佛祖 這個人拼來 碰 自行丸 我還沒拆開 唉唷 我告訴你 所以說這水底要很舒服 一定要暖身 不能這樣結下去 是 對… 今天就要說這個 游泳池 很恐怖 超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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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比較大 如果這麼大 我跳不夠要跳 超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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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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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嚇到我嚇到 有一個小孩的電視在裡面 這樣整個游泳池 死氣疼疼 大家都很怕 你不要去想 這都不能去想 在那個地方 我一天 有一個救生員在那裡 很注意 他們不能再出在事 這個游泳池要關閉 很注意 超恐怖 看到一個怪怪的人 你 趕過來 跟這個小孩 手摸到 他說 你來接我要做什麼 嗯 人家可以在那個游泳池放流 這個小孩也上去 那個游泳池放流 可能不是我再說一次而已 很多人在那裡放流 但是 如果你站在跳盤上面放 別人都在對著放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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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喂 不要去我 不要坐下去 你啊 他就在講笑話了 不是 好好笑喔 游泳池 你說在裡面 我們常常小時候也會在 可是我們在河裡面游 河裡面游 有小便的話 它就可以 隨著水這樣浮下去 對…會流走 我們游泳千萬不要在後面 跟著人家挖式有沒有 嗯 這個千萬不要 換氣的時候 滿滿的一口的微大力 顏色怪怪 喂 不要亂說 今天紀念來到這個地方 如果沒有說一個比較恐怖 我們來這裡要做什麼 對 我們做人要是一個道理 對 對不對 對 今天要來說這個恐怖才是 說家裡大家都知道 家裡有一個民謡 好 民謡有一個鬼仔廚 好 有了解嗎 有 我了解 有一個鬼仔廚 有一個鬼仔廚 鬼仔廚 雙船以前是很豪華的 這個地方攤了大廚 開了一間大廚很大廚 但是不知道是 風水地裡出了問題 從它開始加噪中落 生意失敗 結果呢 它死去死去堂 一堂 這間這麼大廚的廚 突然應該就變成鬼仔廚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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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情 從民國差不多二十幾年到現在 已經滾到十年了 已經住到現在還在那個地方 經過吃第三篇靈異節目去報道 報道你知道嗎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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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中落不好變報道 噢 去那個地方 真的 學生孩子們也覺得很好奇 我一定 也要來看看 那就是四個孩子 這個事情發生不久 就來進城 差不多寒假的時候 四個中學生 上下 準備呢 要到這個嘉義 去一探鬼屋的糾鏡 那很恐怖 這個爸爸媽媽他就不要去 他在那裡的阿公 那個阿公 看那個社民 沒有關係 如果你們真的要去 今天我們帶你們去 請教一個師父 我們新窟店頭 載的東西一定要很齊全 對… 第一個 要帶一個米 米喔 是怎樣 鹽 鹽喔 放一包 去那裡灑進 電腦呢 拿你家帶子 就是要 炸融樹 大杯水 黏黏的 四邊灑進 喔 就叫你們去買 經衣銀爪 所有的水果先放 喔 你要跟他拌拌進去 人家說 停車戰戒問 你們要進去裡面 一定會跟他們打就好 是… 但是那個地方呢 冤魂靈氣很重 唉唷 那一天他們呢 跟家裡面拿了一點錢 把準備好的東西呢 統統包好 四個人就到呢 後火車站搭桶聯的 喔 直達這個嘉義 到了嘉義呢 已經是晚上11點多了 一下嘉義之後 人生地不走 我看你 你看我這邊 那民雄在哪裡 大家聽到民雄兩里 大家都走走 你知道你有去過嗎 對… 我也有去過 我嚇了半死 結果呢 昨天我們講一個錢 那四個人就問 就問一下 你知道民雄的鬼屋在哪裡 真正恐怖 有什麼事 我聽到哪裡 我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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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去坐我的車 起在那裡 說要嘉義 名雄 過無 我都沒有說話了 四個人坐這裡 坐頭上最怕 因為他感覺 那個雄雞也冷冷 後面那個三個 上去 才到達 斜個穿下去 剪菜錢拿下去 他不算多錢 他就過了六條 車噴就跑了 老四學生 風高壓過四學生在那裡 很近身拿出來 金釣形稍稍稍的 會喝大杯 礦泉水 DOW的大杯水 就開始喝三瓶 開始米鹽拿出來 折折 很好 最後 用大鍵的金釣 最多大門 燒焦金釣形 在地的所有的冤魂长辈们 如果我们来有打倒到你们 就知道你有说打倒不好 千万你就让我们进去一旦丢定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窗户里面 就出现了一个人头这样 相过 其中有一个就 是真的有人吗 这么近 没有 可能是刚刚那个火光 看到一个山影这样的 然后 姑娘 可能是没交 还是他们准备要来 就在那个时候 空气中可以闻到那种紧张的气味 这个时候左边那个窗户 圆的窗户又飞了进来 还有 这另外一个看到 哟 我已经看到了 这个时候那个火光慢慢灭了 就把那个金锅拿进去旁边 四个人就要把那个窗户门打开 滷进去 都很害怕 一个尾尖尾尖 太恐怖了 你知道外窗户吗 外窗户吗 这 已经有一个人 在那个地方了 啊 门打开他就站在那个中堂 那个地方 我的天啊 哎呦 眼睛这么大 嗯 脸部表情 一定去侵扰到他们的灵魂了 很神奇哦 那个鬼就开口讲话 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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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雄鬼屋在隔壁 这个是我家 你给我烧那么多金子干什么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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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难道 好呀 好呀 要走到死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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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我一跳 人家要不要走 对 哦 因为要走 哦 哦 哎呦 Benz 不用走 不用走 你这台车是叫跳票还是怎样 不不不 啊 第一次 哦 一次 一次三百块 算了 算了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嘉义民庸 哎呦 你在坐吗 喂 有坐我有点客气啦 但是没关系 他不会账 没关系